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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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2020是我們的第一年 今年一共有來自15個國家 共自以36部的劇情長片、紀錄片 還有短片參與這次的應戰 在英國其實同志議題 或是同志的影視作品 一直以來 有非常多的討論 那以及每年都有很多不同的作品在一起產生 但我覺得如果說要讓 同志議題可以有更深度的討論 我們必須要涵蓋 亞洲這一個可能相對於 英國人來說比較陌生的一個領域 那透過電影 它是一個最直接 那最可親近性的方式 可以讓這些當地的觀眾 去了解到說 亞洲同志族群 那他們的發展 那他們的歷史 那以及他們可能現在面臨的問題 那去促成這樣子一個雙方的討論 是我希望CreaEast可以達到的一個目的 那從最初在你電影展策略以及方向的時候 我就希望它是一個面向當地 那非常在地化的一個電影節 所以一開始在洽談合作夥伴的時候 我們便鎖定的是當地主流的文化機構 那還有倫敦各大的獨立電影院 那今年我們一共跟倫敦當地總共十家的電影院 以及文化中心合作 那其實找這些獨立電影院呢 它本身便是一個在地化的過程 那當然我自己來自台灣 那台灣的同志電影在亞洲同志電影發展的歷程中 一直有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所以今年我們很幸運的可以跟文化部 那以及文化部駐音組合作 那呈現焦點台灣這個單元 那其實焦點台灣它的出發點很簡單 就是希望可以呈現一系列 這幾十年來台灣同志電影 發展的歷史 那當然這幾十年來 同志電影的產出非常的豐富 非常的多元 那我在挑選片單的時候 就是希望說可以透過不同的主題 不同觀看的角度 去探討台灣的同志社群 這個焦點台灣的片單當中 你會發現它是有很多經典大耳熟能詳的台灣電影 那有很多非常新的 這三年來台灣這些新導演 青年導演他們的作品 那包含像是里安導演的喜宴 周美玲導演的刺青 這些可能都是對於外國觀眾來說 比較好入手的片子 是因為這些導演本身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那還有當然很多都是所謂在國際上獲得許多大獎的作品 可能對於這些觀眾來說他們會願意去買票 但也是藉著這些導演的作品 讓大家知道說 除了這些經典作品之外 還有這些新的很多不同面向的這些新導演作品 也值得觀眾去欣賞 那這些新導演作品中探討了非常多不同面向的議題 像是我們有泳隊探討了在校園 青少女他們的性啟蒙 那他們對於性相性別的探索 那或者是像痴情馬殺雞 講述到的事實上是同志社群中 關於身材肥胖男性的問題 那還有林春華導演的首部長篇有鬼 探討的就是一個非常少數 大家很少去提及到的老年女同志的議題 那甚至是王品文導演的短片軍選 他講的就是BDSM是一個可能大家平常不會去接觸 那可能甚至對於西方觀眾來說 他們可能覺得東方社群對於情欲的探索是比較保守的 但這些片都呈現出了不同的面向 然後我覺得他們很重要的是帶給這些西方觀眾 現在的台灣現在的亞洲的同志社群 在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那這點是我們影展一直很希望能夠呈現的 在台灣有投資上有現象的 過去期間聽說還有雷類伍的雷類伍 這一個雷類伍的雷類伯 我們有今天的 obrigado 是香港平台影片的雷類伯 在2017年代的同性婚姻 然後在2019年代的法律 所以我覺得這會給予LGBTQC在台灣更多駕駛 這就是我們這年來祈禱的特別伴侶 關於我們的開幕片 今年我們選的是易志妍導演的藍色大門 其實很多人會問我為什麼要選一個 已經將近20年的片子 其實我覺得藍色大門一直以來對於台灣統治電影 或是對於整個亞洲統治電影 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 20年前這部電影的出現 我覺得它可能啟蒙了很多人 他們可能對於自己的現象 他們可能對於自己青春的煩惱 有著迷惘有著困惑的時候 通過藍色大門這部電影 他們在螢幕上面看到了自己 那看到了原來他們不是孤獨的 而是有人跟他們一樣游泳同樣的煩惱 那我覺得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有意義的 在藍色大門正是LGBT人權跟社會結構裡面關係 這樣子一個主題的電影出現的時候 我知道電影出現的時候 然後觀眾其實是反應蠻正面的 當時有許多國中老師或者高中老師 也會在課堂裡面放給同學看 放給當時的真正的青少年看 然後大家討論 然後開始比較正式面對LGBT的存在 我記得大概一年多前 當台灣Gay Marriage要通過正式的立法 承認合法的時候 當時有一群LGBT的支持者 在立法院的門口聚會遊行演講 當時我也在場 當時的主持人然後邀我上台 跟在現場的支持者 然後說幾句話 談一談藍色大門 我記得那時候我講的內容是 我知道藍色大門在高中的學校裡面 然後老師常常放給同學看 加以討論 然後正式面對這樣的事情 不過放的課程 多半都是在比如說公民與社會 或者甚至健康教育這樣的科目裡面 在放這部電影 然後我很高興Gay Marriage正式被承認 正式合法保障了以後 藍色大門如果將來在高中裡面 還要被放映的時候 希望他是在歷史課 好讓大家知道台灣曾經有這樣子的一段歷史 我認為這部電影很棒 然後在20年後 20年後 我認為是很棒的 很親愛的感覺 透過藍色大門作為我們營展的開幕片 是對我們營展的一個期許 希望Create East可以像藍色大門一樣 為當地的觀眾打開一扇 關注東亞與東南亞同志社群的一扇門 讓他們透過我們營展 可以去了解到 這一個鮮少在英國被底棋的同志社群 明星期末